去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0周年 台湾民主基金会及国家人权博物馆 继去年12月规划人权70赞出来活动 25号再宣布人权70互动装置巡回展旗跑 人权70赞出来互动装置巡回展旗跑仪式正式开始 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廖福特在旗跑仪式中至此表示 世界人权宣言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在1948年通过后才有后续许多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的出现 当年我国曾经参与起草 但民众对于这项宣言却没有太多认识 因此希望能够用更亲近更活泼的方式 透过互动的展览帮助大家了解 并让这个重要的人权理念再地化 在过去的过程里面本能为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可是在了解这个普世人权 要怎么普世人权怎么建构在台湾 在台湾我们怎么去把普世人权建立到台湾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也把许多的国际人权条约也国内法化了 也国内法化 带领国人认识世界人权宣言 很高兴民主基金会能够响应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在今年更加的接 更加的走入了人群 在人潮众作的地方 利用更活泼的方式 用游戏的方式 带领我们的国人认识世界人权宣言 因为这样的人权宣言的部分 其实要落实在我们的教育当中 这项巡回展自2月25号到3月23号为止 将先后在中正纪念堂 淡水捷运站 士林捷运站 台北地下街4号广场 以及新店捷运站展出 鼓励民众参与 庄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欧阳孟品在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仁祥